今天在昆頓身邊有2021年度的新的樂隊 有Ken Ben Hello Hello 四位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古手阿希 我是Adbert Time Keeper 我是主音Ronald 吉他手阿匡 四位好 你好 Hello 其實聽到Ken Ben這個名字 就是由去年開始年中 我就看到你們已經開始有些宣傳活動 或者出席一些活動 就已經看到你們的名字了 五大一路就不見你們派歌的 來到2021年 年頭的時候 終於聽到你們有作品推出 這首叫做同一起哄 跟你們講歌之前 不如說一下你們的背景給大家聽 那時其實我認識了Edward 都大概我想都九年至十年左右了 認識了你 那時 一路有 夾一下一些cover歌的 有夾一下一些cover歌 那時只會玩一些 或者作一些比較複雜 比較難彈的歌 就沒有人唱的 就是做一些 完全是自己都快要彈不了了 然後再去練 就是我來考自己的 是啊 是啊 沒錯 一路夾 instrumental的時候就發覺 咦不是啊 都要 好像找回個 vocal 來幫我們去表達這件事 會更加好啊 那所以呢 就 又 form 了現在這個組合 就是又找了結他手 阿康 又 vocal Ronal 那其實 雖然說現在才組合這個班底 但是其實我們各人都認識了很多年 嗯 其實在Canban 裏面 你們想表達什麼 想做什麼 想用Canban 這個名牌去做什麼 其實Canban 這個組合 其實就是想給一些力量 就是用歌曲去給一些力量人 去做一些他們想做的事 因為有時候可能有些歌曲 我們又不是純粹說 我們正能量我們鼓勵你去做 不是的 就是我們想帶出一些 我們這種歌曲的感受 去令你想一下一些東西 然後你想一下的時候 不如我真的去行動去做一些事 我覺得兩樣是關於我們隊班 第一 剛才Era所說的 想帶出一些正能量給人 第二樣東西就是 好像我們隊班的名字 CN Can 那是 告訴大家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可能性在這裏 你想做 就勇敢走出去做 很多時候你經常被很多自己不同的想法 拉住了 自己不敢走多一步去做 但是就想帶出這個訊息 給多些人 嗯 即是你們想用你們Canban這個身份 去玩你的音樂 順便去鼓勵一下其他人 跟著就告訴大家 其實自己的力量都很重要的 嗯 用你們的身份去出發去鼓勵大家 那你們有這個想法在這裏的時候 就開始去做你們的歌曲了 其實現在聽到第一首的同一起哄 你們擺了些什麼想法下去想要跟大家說的呢 首先要說回當初我們做這組合的時候 其實和我們做這組合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Color星 去鼓勵我們去夾樂隊 因為我們以前其實有一齊 即我們這個組合其實有一齊工作的 一起做一些關於音樂製作 但是我們就沒有自己創作的 純粹是製作的 我們就鼓勵你們 其實你們是一隊樂隊 不如真的做自己的歌出來吧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一首的作品 還有另外一件事 他就找來填詞人王小琳 他就見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四個 其實我們就很明顯 不是一開始二十歲熱血地衝出來 哇我們夾樂隊 不是的 我一定不是這些人 他就說不如說回你們的故事 去啟發一下別人 即我們的故事就是 我們可能做了十年 然後我們現在試一下 不如我們重授我們二十歲想做的事 那團火 是呀 那團火 然後我們就去做這首歌出來 當然那份詞也寫得很好 就是完全是在說這件事 以及也可以帶動到人去感受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有這首歌的誕生 所以我們一起這一齣斌十三 Punkt 那個感覺已經是有點練歷了 但是依然是想將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一些感受 透過音樂去表達給大家 經過了一些可能你們在生活當中 或者成長當中的一些練歷 其實對你們做音樂的衝擊 或者那個影響是怎樣的呢 其實如果說做音樂的衝擊 我想阿康真的有大一點的感受 音樂的衝擊 即是你平日是做很多很後製上的東西 然後你現在要塗吉他 對 初時是有點不太習慣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做舞台音響 或者幫別人混合之類的東西 可能是幕後之類的 或者是對著舞台 但不是台上的那個 可能是在後台或其他地方 突然之間在上的舞台 其實那個衝擊也真的挺大 我覺得個人來說 你有嚇到 害怕 其實那個地方很熟悉 但做事完全一樣 你不會明白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也一樣 但你去到身份有一點不同了 這個我覺得挺新鮮 我也有一個體會 我的體會就是 我覺得原來 舞台的燈打進來真的很熱 最大的體會 我平常感受不到這件事 有很多地方 現在走向台前 面對觀眾表演 各自撿起自己不同的崗位 不如我問一下主音 Mono 其實一隊樂隊 之前都說 他們玩開可能是一些船音樂的演奏 但是都是他們 不如找一個Vocal回來 將這件事容易推些 容易表達多些 好了 其實一個主音 在一隊樂隊裡面很重要 就是去project 你們想說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單用這個位置 你在Canban這個主音的身份 你點了什麼上心呢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我之前都有很多不同的表演 譬如唱Wedding那些 那自己都很喜歡唱歌表演 經常都是唱別人的歌 那去到今次 真的有自己的歌的時候 亦都是講我們自己的故事 那我都會這樣想 怎樣才可以令到別人有共鳴呢 因為我聽歌就是 如果那首歌 就是可能算了上 我沒有他們的資歷感深 但是我聽就比較簡單 可能是歌詞 或者演繹上 怎樣令到我自己有同感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當初也都會多謝 我們的監製 Color Sing 他都會有教我 即是在錄金室那裡 你怎樣去表達 怎樣唱 怎樣真的看不到樣子的時候 不是在表演的時候 都會令到別人感受到 你們所說的 因為現在自己玩自己的創作 就可以在你們的音樂裡面 可以給好好的鋪牌給自己 每個不同的成員 可以發揮到你們自己的樂器 發揮到你們的長處 其實在你作曲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要想這些事情 已經 我會想 因為以前作曲 可能我們只需要想個 風格 怎樣突出那個風格 那個風格 怎樣可以不令人的感覺 他唱得很好聽 甚至可能 那些位置 很令人有記憶點 但是現在做樂器 其實是要大家合作 大家合作就是 我交了一個曲 我現在交了一個曲 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就要 大家怎樣改 有些input 對 一起去改 那件事 但是其實很神奇 因為始終一個人想法 是不會夠四個人一起想法 你四個人一起想法 你有沒有發現 他能給到那些想法 我真的沒有想法 我有體會 因為當初 譬如有一個展示的時候 譬如吉他 solo 尤其是吉他 solo 那個位置 只是demo的時候 只有一個曲 那我打下去 那個beat 就沒有什麼feel 打一個平平無奇的beat 但是當那個demo Horn 彈了一個吉他 solo 真的一個 他編排過 度過的一個吉他 solo 下去之後 我再錄一個demo 就 立刻有些新的東西 input了下去 就是可以 他辣著了我 他的吉他 solo 簡單來說 他的吉他 solo 你也讀了很久 好像 是因為 Erafeo的自由度很大 其實 有講一個身份的衝擊 以前的人可能做事 混合和什麼都好 是會給你一個方向 你跟著做的 現在變成是自己一首歌 我跟我說 你自己想想 你也是對比的吉他 solo 我說 是喔 是吉他 solo 變成一個方向 自己也有辦法去想 要抽離身份 對 要抽離身份 他就想了三至四個 讓他選 最後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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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個final 其實我通常都沒有選 都說你開心就好 你開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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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器方面 就可以有各自發揮的地方 Vocal呢 他這次挑戰很大 你可以交代一下 你做了一個沒做過的事情 第一次唱這個和音 是啊 其實今天我 例如出秀 都是唱而已 那這次就真的要錄和音 全部都是自己 和音對我來說 本身都是一個藥行 自己不擅長的東西 所以在錄音室錄和音的時候 就是 有些位置 總是還沒抓到 然後他們就說 總之你見到這句 馬上唱出來 馬上唱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很搞笑 就是 我又不是很懂 樂理上的東西 然後純粹寄了音 然後就馬上吸引 即是用那個fresh memory 對 唱完一次給你聽之後 就馬上唱出來 對 再唱一次應該都 都會成功 你現在叫他唱和音 我肯定他一句都不記得 你一句都不記得 但這件事好玩 對 主要很好笑 就是他在錄的時候 不如我們回頭再錄一錄 不要 現在錄完 現在錄完 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OK 其實 CAMBANG這件事 對四位都各自有一個新的衝擊 有新的input 可以放在你們的音樂上面 同一起控這首歌 我們聽到的 可能是你們和大家 第一個印象 大家打招呼 就這樣 希望別人可以聽完我這首歌 會有一個思考的陳迷 思考完之後 我想行動去做一件事 OK 想行動去做一件事 現在我們看完這個訪問 首先就是去行動去聽歌 聽回來收聽起控 下次再有新歌 再和你們聊天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